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智力做好自己事情的同时 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各项行动 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 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 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大 在国际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和平结起对于整个世界都有重要的意义 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当代中国对国际的影响与日激增 在国际事务中 地位与作用也有大幅度的提高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国的腾飞离不开世界 同样世界的发展也不能离开中国 中国的国际地位可以概括为 在全球范围 尤其对于周边的地区 中国是越来越重要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的政策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坚决维护和平 反对战争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 我们人口众多 幅渊辽阔 中国作为世界第三领土大国和第一人口大国 既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在处理重大国际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有重要影响的国家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在经济 政治 文化 军事等不同领域 具有综合实力或潜力的国家之一 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下 经过长期实践 中国外交形成了重要的基本原则 中国在当今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作用不断得到改善 本文将从当代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 两方面着手进行讨论 一 当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迅速增长 尽管目前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 但我国潜力巨大 前景光明 是一个正在和平发展的大国 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性的大国 一 中国在政治方面的地位 中国是当今世界的重要政治力量 政治影响力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 中国的政治作用就是积极发展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联合第二世界国家 一起反抗超级大国的政治进攻和讹诈 为自己同时也为世界其他绝大多数国家 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经济发展环境 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 随着世界的发展 中国在不断进步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具有地区性 全球性影响的大国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 国际威望不断提高 成为了多计划中不可缺少的一级 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中国在为维护世界和平 推进世界经济共同繁荣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国是当今世界重要的政治力量 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 中国不仅是地区性的 也是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国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中国具有的科技作用 就是提高中国的社会 工业 农业 经济 军事水平和生产力 打破外国对中国的科技垄断和讹诈 使中国获得高效的 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途径 使中国能够真正的强大和崛起 而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对外经济交往和国际贸易发展迅猛 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 战略军事实力也不断增强 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也是核心大国之一 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和我国现行的内外交政策 得到全国人民的忠心拥护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 这一切使得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不断提高 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大国 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 也是拥有较强军事防御力量的国家 我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事务 多边外交日益活跃 中国在全球和地区的许多重大问题上 都是重要的参与者 中国领导人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多边外交活动 涉及经济 安全 政治 人权 环境 社会发展等领域 中国在许多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职位 在中国召开的地区和世界性会议越来越多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积极促进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 多次参加联合国维护和平的行动 二 当代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 目前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 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大 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和平崛起对于整个世界都有重要的意义 其一 促进了历史的进步和世界格局的转换 其二 中国是反对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其三 深刻地改变了联合国的面貌 使这以国际组织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四 改变了世界经济的面貌 并推动国际秩序的除旧不新 我国是世界商品的销售市场 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是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一 中国在政治方面的作用 中国是独立自主的政治大国 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 也是拥有较强军事防御力量的国家 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并且是发展中国家中唯一的常任理事国 积极利用联合国讲台伸张正义 主持公道 中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成为世界上集聚特色和影响力的国家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在经济上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 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在政治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和平的视野中 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的军事作用就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保持社会稳定 为国家的政治 经济 文化 科技 教育等其他方面的发展繁荣 提供武力保障 必要时 我国的军事力量也会用于援助其他国家的危机和灾难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在联合国中正确地利用自己在联合国的影响和否决权 力争使联合国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控制 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在未来的多极格局中 中国必将成为独立一级 现在 无论是在地区问题上还是在世界问题上 我国都在发挥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作用 这也是任何国家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 使世界力量发生了有利于和平 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巨大变化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简而言之 就是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 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 就是说 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条件下 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 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使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实现发展 二 中国在经济方面的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 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中国的经济作用就是积极帮助世界上的贫穷国家 与世界上的其他发达国家深化经济交流 使得自己以及贫穷国家能够富裕起来 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提高国家经济收入 为军事 科技 文化 教育等方面的繁荣 提供基础和原始动力 一个发展的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和平发展对于当今世界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人口数量 却能保持着政治稳定 经济繁荣 民族团结 社会进步 人民安居乐业 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局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发展和强大不是世界的威胁 而是世界的机遇 中国发展了 市场更加广阔 吸收外国商品和对外投资能力增强 对世界的经济发展的贡献就更大 中国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主张按照公认的国际规则办事 对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 通过集体磋商和谈判 以和平的手段和方式 谋求现存的不合理的规则和秩序 逐渐得到改革和调整 我国是世界商品的销售市场 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是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 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重大的国际问题的解决 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 中国已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 在当今世界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三 中国在外交方面的作用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发展 是我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总原则和总目标 中华民族是酷爱和平的 中国人民保偿殖民主义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苦果 十分珍惜世界的和平和地区稳定 中国一直坚定不移地奉行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反对霸权 主持正义 倡导和平 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 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 中国现在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 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的安定 反对霸权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 保持周边稳定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综上所述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奉行的外交政策 顺应了国际形势的变化 得到了世界舆论的好评 中国的朋友越来越多 国际威望迅速提高 作用日益突出 冷战后 中国经受住了西方国家制裁遏制政策的考验 顶住压力 适时调整了外交政策 与西方大国广泛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提倡新外交风格 开创了冷战后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为开拓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做出了努力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 中国将为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和繁荣 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中国将会成为国际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明星 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不同的观点 您的订阅是对军务最大的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